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触8年一共13场的郭富城2024巡回演唱会 日前终于在首站香港的红馆举行 首场全场爆满 一直保持神秘的半亿舞台 也终于见真身 中间有高度顶上天花板的巨型LED主萤幕 再配合左右两边大萤幕 打造出视野达到180度的长幕墙 再加上有时开时合体的方法海船门机关 令到视觉效果千变万化 不过最惊喜的幕会与台上突然空降AK城堡 戴上皇冠的城堡就在立体城堡的宝座上 在17位舞者的陪舞之下 献唱国王的新歌 尽显皇者本色 当唱纯真传说时 城堅用白眼罩蒙眼 在升降高台上有窗有跪地 连观众都替她感到牙烟 而城堅也有在台上即席辉豪 以油彩搏墨完成抽象的作品 也展示了30幅由她亲手自创的书法 据知城堅在疫情期间 原来爱上了线条优美的中国和西洋画 她更在台上表示 希望将来可以分享更多她的歌、舞、字、画 四合作一的画作 其实在过唱开始的时候 二年58岁的城堅也提及到她退休的问题 她坦然自己还很喜欢舞台 是不会那么容易退休的 她会继续将动力和感情放在作品中 我们也真心希望城堅可以多跳几年 毕竟舞台王者的王威 真的不容易有人继承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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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